我們要來歡迎,羅東歡迎推動各校後會展覽不遺一例的台北市的大家長,我們柯文哲柯市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謝謝,給予我們祝福勉勵 陳會長,梁會長,李會長,還有我們梁美金,南美金,大家五個議員 我們今天來等到我們市府的同仁跟愛好盆栽的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謝謝大家來參加2019台北盆景展,要展出很多藝術盆景跟山水盆景 展期從9月6號到9月15號,雖然是只有10天,不過應該跨過兩個週末,中間還有個中秋連續假期 所以也希望透過這台10天的展期,因為這些盆景都是來自全台灣各地最好的一些盆景 那也希望全台灣的民眾,不只是只有台北市,也都來參觀 我剛才在看他這個盆景,他怎麼形容,就是他寫得不錯 他說這是活的藝術品,藝術品是活的 它是個無顏的絲,立體的畫,文創產業,精緻農業 其實更重要的,他可以賣錢 那我也發現,這盆景為什麼很貴,因為他需要時間 我最近有機會去彰化看九重閣 有一個人說花60年,他就是在種九重閣 我還知道他在九重閣,那個要嫁接,在上面有長不同顏色的畫 然後每一株都要花幾十年去培養,所以這個盆景它的價值在哪裡 快不出來,那個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變成它本身就是要隱含那個,不是只有美術的天分,它要那個意義 像我這個人大概也沒有辦法做盆景 沒有辦法做盆景 這這麼急性的人怎麼沒辦法,所以只能去槍槍槍槍槍槍 只能去耍那個白鐵機,綁鐵絲去耍那個,我大概會沒辦法 所以,不過台灣在這個盆景的意圖在世界上,大概還是名列前茅 那這一次有60屯,那我們希望說藉這個機會 而且就是說,台北要成為一個國際文明的層次 其實慢慢要求免學的標準 所以我們最初為什麼公園,我們公園那個罐頭是郵具很便宜 可是做那個共同是郵具,價格差十倍 可是我們還是慢慢在推 就是說希望說台北可以成為一個更漂亮的城市 所以我們對這種提升文化的活動,我們都會支持 所以也謝謝這個盆景協會今天來做這個展覽 我們希望說在未來的10天,可以帶更多來自台灣各地的朋友 其實事情關係不只是只有台北市,也不只台灣 觀光客相當多 所以把台灣的這種口號,台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讓世界看見台灣 所以在士林觀地展出台灣的盆景,它是具有時代的意義 好,謝謝大家 5,4,3,2,1,請用錢 恭喜公號2019年台北盆景展數益風華正式展開 那請公共人員,先收我們的剪載儀式的器具 那請我們的貴賓們,往中間告龍 尤其呢,今天莉莉宇輝的各位嘉賓,來到我們的台前